老爷 您的行李已经收拾好了 小姐说明天您去南昌公干 给他带点纱布回来 好 小儿啊 你一会儿找点民讯 把这个箱子垫一垫 另外找一瓶好的锦缎 把这个瓶子包起来 明天我要去省参议府 去拜见黄参议 听说他们家的三少爷 人品不错 如果我看着合适啊 就找个人给小姐说和说 老爷 小姐说他现在 还不想嫁人 总是要嫁人的嘛 我听说啊 这黄参少爷 不但人长得不错 要地位有地位 要钱有钱 还是个新派人物 还会开小汽车呢 老爷 小姐说他 想找自己喜欢的人 胡说 哪有自己找婆娘的 等等 小姐是不是心里边有人了 我可告诉你 你给我说实话 你要是不说实话 你明天就见破坏条回老家去 我是家 也不认识的 她是不认识的 你听说实话 我还以为 history 我已经找到尽识的 你什么时候 我无认识的 你找个人 你认为陶瓷商人要盘瓦这个堂堂县长千金的高枝 不许 我告诉你 乔儿 你给我把小姐看住了 她不懂规矩 你懂 知道吗 还有 有什么事 你得向我报告 是 老爷 你又喝醉了 没醉 我没醉 小心点 来 坐着 我没醉 我没醉 还说你没醉呢 瞧这一身的酒气 头疼不疼 来 我给您揉揉 真舒服啊 如意啊 昌南这小子真不知天高地厚 爹 昌南哥怎么了 他呀 要跟咱们赵家比高下 他要跟咱们赵家抢宫里的活啊 他要做宫里的活啊 爹 宫里的活不是很多吗 就给昌南哥做一点呗 如意 这事不能让啊 如果让他们也做了宫里的活 那咱们赵家等于多了一个对手 爹 今天陶家老大来找我买苏玛离青 我没卖给他 哥 咱们家不是有很多苏玛离青吗 卖点给他们家也没什么关系啊 没什么关系 你知道什么呀 他们想做薄胎瓷 如果让他们做成了 鲁公公就要让他们做宫里的活 那样不就等于跟咱们赵家抢饭吃吗 好了好了 你们都别说了 让你爹歇着去吧 爹 来 我还不想睡 如心啊 你把那个盒子带着 跟爹来 好 来来来来 来 来 把盒子搁这儿 坐下 打开 什么呀 别碰 这是鲁公公 托我带回来给他看看真假的 哦 最近宫里啊 有很多太监 趁着乱 从宫里头 把那些御祠 拿出来到市面上卖钱 有的还转个圈 留回咱们景的镇来了 鲁公公看着心疼 花高价把他们给买回来了 这里面啊 有一个是你太祖爷爷 当年烧给康熙的 还有一个是你太爷爷 当年烧给乾隆的 再有一个是高仿的宴品 你看看真假吧 爹 您烤我 您烤给 아주很厉害 您烤一个是一种大秤 您烤一个还滤一个 张职业 您把这一种咖啡 你别看他色泽好 品相好 这些人啊 不管访他们赵家青花瓷法的在相的 也透不过爹的眼睛啊 爹 你也太厉害了 不是爹厉害 是这些访制者心术不正 心虚 所以在访的时候心浮气躁 火气大 做人还一定要堂堂正正的 才能烧出好词来 爹还知道这个是谁访的 爹 您连这个都看得出来 是你张志望 张大波访的 如意小姐 小喜子 我昌南歌在吗 在里面 那我进去了 请 二少爷 如意小姐来找你了 如意 昌南歌 这么晚了 你怎么来了 有什么事吗 给你 这是什么 苏玛黎青 你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个 我听我哥说你需要洋颜料 所以我就给你送来了 如意 谢谢你啊 你拿回去吧 这个我不能要 为什么要 你是偷偷从家里偷出来的吧 你哥知道一定会骂你的 你就放心吧 我已经让我大哥去南城买去了 这是我们家的东西 我为什么不能拿呀 再说了 我已经跟我哥说了 不让他那样 拿着 其实你哥这么做 作为商人 也没有啥错 商人 总是不希望对手超过自己的吗 来 坐 如意 谢谢你惦记着我 毁婚的事 真是对不住 你别怪我 父辈定下这个娃娃亲 真是很荒谬 昌南哥 我想问问你 你是不是真的不喜欢我 这跟喜不喜欢是两回事 我是不喜欢这种婚姻制度 你说咱们俩的婚事 在咱们俩是小孩的时候 就已经定好了 这听起来多可笑啊 我知道你喜欢别人 你变心了 你变心了 如意 其实就算秋和 不到景德阵来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和你成心 咱们两个从小一块长大 就像亲兄妹一样 这样不好吗 不好 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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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少爷 二少爷 赵老板来了 什么事 他说想看看我们的宝台祠 眼下正是烧制期间 这不太好了 是 就是姚柳规定 在烧制包台瓷期间 外人一律不得入内 好 对了 二少爷 魏小姐也来了 让她进来吗 魏小姐来了 当然她进来 快请 您刚才不是说 烧制包台瓷期间 外人一律不得入内吗 魏小姐是外人吗 她又不是同行 她是我的朋友 快请进 魏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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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谢谢 魏小姐 陶先生您好 请进 我是想来看看 你做陶瓷的 不打扰你吧 当然不打扰了 请坐 好 这是你画的画啊 是 这些画我是准备用在 宝台瓷上 你看 这已经有样品了 好漂亮啊 画得真好啊 她是谁啊 她是春香牢的一个歌女 我是在娘娘庙画的 我觉得她姿态很美 所以就画了 她真的很美啊 她跟魏小姐的美是两种不同风格的美 没有关系嘛 我不会嫉妒的 更何况艺术家对美的感觉要比别人都丰富 巧儿 你看 要不你带我到处去看看 好啊 魏小姐请 好 她哪能跟我们小姐比啊 小姐可比她高贵多了 陶昌南 她能烧出什么呀 神神秘秘的 您说您也是 这烧了一辈子的窑了 您什么没见过 非得去看她干嘛 这吃闭门羹您高兴了 我只是想给她送点苏玛黎青 看她能不能真把这宝台瓷给烧成了 爹 您给她送苏玛黎青 到底谁是您亲儿子啊 您这么支持她有什么好处啊 她烧成了 将来抢咱们赵家生意 你也不想想 这宝台瓷要是真烧成了 也是咱们整个景德镇的喜事啊 爹 您迷瓷器 爱瓷器 这我不反对 可是您总得分个里外吧 您怎么能这样 你 二少爷好 这是彩绘间 陶瓷制品在制作成型以后呢 就在这上彩 画得真好啊 到那边看看 好 这叫粉彩 也叫佑上彩 就是上完佑之后才能在上面画画 跟青花瓷不一样 青花瓷呢 是在毛坯的时候就开始上色了 你看这幅 他正在画的这幅叫江南春色 怎么样 好细的工笔啊 这颜色再重一点 那是拉坯房 我从来都没有看过拉坯呢 是吗 巧儿 你要干什么 想要试试啊 很脏的 我不怕脏的 好吧 女儿 让薇小姐试试 慢点 手放这儿啊 对 陶先生 陶先生 是这样吗 没事 过来 我有话跟你说 感觉要歪了 不会 巧儿姑娘 陶先生 我想问你一句话 什么事这么神神秘秘的 你喜欢我们小姐吗 喜欢 当然喜欢 喜欢就好 我还问你 你们家里人没给你找媳妇吧 就是说有没有订过亲 这个 什么这个那个的 爽快点啊 我小的时候 我爹给我跟赵福生家的女儿赵如意盯过娃娃金 我知道了 那个赵如意他不是个好女人 你干嘛要这样说赵小姐 他害过我们家小姐 你还记得吗 上次你爹出殡的时候 就是他叫你们大哥摔我们小姐的相机 还有就是在娘娘庙的时候 就是他让人打我们的 我还奇怪呢 他为什么老是跟我们小姐过不去 原来 原来他是怕我们小姐把你抢走了 既然你跟他定了亲 那我还是不说了 诶 端午节前我已经跟赵家解除婚约了 解除婚约了 你怎么不早说呀 解除了就好 陶先生 是这样的 我们小姐也很喜欢你 如果你有意就赶紧叫家里人提亲吧 真的 是魏小姐让你来跟我说的吗 这个嘛 小姐没跟我说 不过我看出来了 我们小姐经常把你挂在嘴边呢 如果你去提亲 她一定会高兴的 好 我现在就跟我去说去 陶先生 小姐还在里面呢 一会你进去的时候 可千万别让她看出什么来 别让她难为情 是是是 你放心 提亲之前我一定不会让她知道的 不过 现在正好是烧胞胎丝的紧要关头 这样 等胞胎丝一旦烧着成功 我就立刻找人去提亲 谢谢乔儿姑娘 快进去吧 快来人啊 帮帮我 别急别急 慢慢来 轻一点轻一点 别用力 对像这样 像这样 手上不要太用力 对 稳住 好 好 轻一点轻一点 用力要均匀 还是你厉害 来帮我一下 好 好 我是你童年 遗落的小陀鲁 我是你脚边 手头的五花锅 我是你暗头一碎的 情花刺 我是你瓶中炸开的 儿 花瓣多 好吧 原来也是很需要技巧的 你的作品很不错 看得出来 你还是很有艺术天分的 你说在上面画什么画好了 好 既然是我们两个人的作品 要不然 就还只鸽子吧 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认识 就是因为 有只鸽子受伤了 我帮它爆炸呀 记得 要不是因为那只鸽子受伤 你就不会落水 要不是你落水 咱们俩也不会认识 我觉得不如 在上面画两只鸽子 一只会不会太孤单了 那就画两只吧 娘 娘 娘 怎么了 什么事啊 您慢点 慢点 您请坐 来 什么事啊 这么高兴啊 您请喝茶 请看 怎么样 你喜欢吗 画得挺不错的 你喜欢 嗯 那 您帮我去提亲吧 提亲 找谁提亲啊 魏小姐啊 您不是喜欢吗 娘 我爱上魏小姐了 我想等这批薄胎瓷烧完以后 请您去卫府帮我提亲 这事儿 这事儿 魏小姐知道吗 我想她应该知道了 你坐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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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南啊 我不喜欢魏小姐 为什么 这女子大大咧咧的 穿得不伦不类 又是照相又是划船 到处抛头露面 哎 这样的女子啊 不适合做我们陶家的媳妇 哎 娘 人家魏小姐 是在国外读书回来的 她是个洋派女子 再说了 赵向华船有什么不好啊 娘 这是我这辈子 头一回爱上一个女子 哎 您就成全我吧 哎 我给您揉揉 那魏县长他们家是官家 我们是商家 他能看得上吗 看上看不上 您去提亲不就知道了吗 厂南啊 这是你的终身大事 不能草率 倒是魏县长不同意 我们陶家 丢了面子不说 还遭人笑话 那 您要是不去的话 我自己去了 你敢 还有没有规矩了 儿子不敢 但是儿子只觉得 帮上一个注意的女子不容易 怕你错过了吗 儿大不由娘 看来赵家的婚事是不成了 上回赵家他们 不但不给面子 还让我呕了一肚子的气 好吧 既然你执意如此 那就今年过年的时候 请吴先生去提亲吧 真的 谢谢娘 二少爷 这烧瑶的柴不用您妻子再来砍吧 二少爷 这烧瑶的柴不用您妻子再砍吧 绘制的精细啊 尚佑的厚薄啊 就连这柴火的尺寸 大小厚薄 干燥的程度也很重要 二少爷 这烧瑶哪有这么多讲究 老爷在世的时候可没这么多事 哪是他不告诉你 快起走 快起走 少爷 别松手 抓紧我 少爷 别松手 别松手 抓紧我 抓紧 使劲 抓紧了 抓紧我的手 使劲 抓紧了 抓紧了 二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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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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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intellig壬大 二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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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二少爷 二少爷 快 在这儿呢 二少爷 在这儿呢 二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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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くを奉さ 二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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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你没事吧二少爷 二少爷 你没事吧 没事吧 你怎么没啊 少爷 这药还没烧成呢 我哪能死啊 没事就跑 快 快快 快快快 小心点 小心点 来 慢点 慢点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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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陶先生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他从山上摔下来了 那他伤得重不重啊 还不知道 听说去找佛阳堂的王大夫了 走 抬起来 对对对 好好 可以了 可以了 王大夫 他情况怎么样了 二少爷除了擦伤之外 就是手臂关节错位 其他并无大碍 那就请王大夫开方子吧 好 请啊 二少爷 二少爷 微笑姐来看你了 陶大哥 陶夫人 我来看看昌南 我来看看昌南 魏小姐 你别起来啊 魏小姐 没事吧 没关系 就是手臂关节扭伤错位而已 外伤也要处理 要不这样 我先开一些硝烟药给你吃 好啊 老夫人 既然有硝烟药吃 那就别吃我的方子了 王大夫 魏小姐是昌南的好朋友 你别介意啊 我和她是两个诊所 用药和看病的方法大不相同 二少爷的病 要么由我独家开方 要么由他来诊治 这中西医合治 那是要坏事的 王大夫 昌南还是会吃你开的药的 王大夫 小喜子 赶紧送送王大夫 陶夫人 大哥 真是不好意思 那要不 用药还是用王先生的 我就帮昌南 把外伤包扎好 好吧 那就麻烦魏小姐了 好 千儿 来 长青 我们先出去吧 魏小姐 你别在意啊 小姐 怎么了这是 谁又惹你不高兴了 昌南哥 他 他从山上摔下来了 我想去看看他 可我又不敢去 有什么不敢去的呀 你们定过亲的 可家里不让我跟他来往 再说了 再说了 是他先退的婚 只要咱们不退他聘礼 那就不算退婚 走 好了 好了 魏小姐 你包扎的手艺真好 二少爷 如意小姐来看你了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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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伤成这样了 如意 疼不疼啊 没关系 没什么大碍 别担心 那你好好休息 多保重啊 如意 好 好 谢谢你来看我 谢谢你啊魏小姐 应该的 长南哥 我先走了 再坐会儿吧 小喜子 宋如意小姐 是 小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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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办啊 是老爷 五师傅 盯紧了 千万有小心点办 好的老爷 您歇着去吧 给 五师傅 今天这药青花 一定要拿出你的看家本领 咱们绝不能输给陶家 大少爷 您就放心吧 陶家想跟我们比作青花 还差得远呢 好 陈师傅 封咬吧 好大花少爷 封咬 封咬 小喜子 小喜子 你回去帮我拿一床被子来 从今天起 我就住在这儿了 二少爷 你伤这么重 怎么能住在窑场里呢 长南啊 这儿有我和柴师傅 你呢 就回家养伤去吧 不行 不看着这窑烧出来 我心里都不踏实 陈师傅 麻烦你 帮我收拾一个房间出来吧 好的 二少爷 小姐 都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不换衣服睡觉啊 巧儿 我想去看陶先生 现在去 小姐 都这么晚了 你一个姑娘家 要去看一个男人 你 也太那个了吧 他是病人 我是医生 我去看他 天经地医的 但是 小姐 我知道你喜欢陶先生 可是这深更半夜的 一个姑娘家 去看一个男人 要是传出去了 可是会被别人议论的 我是医生 去给他看病 别人为什么要议论我 但是你也是个姑娘家呀 小姐 这要是在我们乡下呀 一个姑娘 深更半夜 去看自己的乡好 可是会被打死的 是吗 那要不这样吧 巧儿 我们带着药箱去 就说是要帮他换药 这不就没事了吗 走 快点 小姐 手不疼 熊主帅 可以 敌连 你要干吗去 我去药丽看看温度 五十九说了 至少八天磁 温度不能低于一千两百度 姚腾庆别去了 不是有柴师傅在那吗 堂也得去 要不然我在这儿盯着干什么 你要是困了你就先睡吧 少爷 我给你继续 柴师傅 二少爷 怎么还没睡啊 睡不着 我过来看看 这窑里的温度现在有多高啊 一千度吧 但这烧薄苔磁 温度要达到一千两百度才可以 二少爷 这不行 这温度不能一下子提那么高 太快了 这泥皮啊 受不住要爆裂 要不然还会起气泡 是吗 二少爷 这什么事啊 都不能太急躁 这窑里的火也一样 得慢慢来 就是火熄了 也得晾两天再起祸 明白了 谢谢柴师傅 二少爷 你不必跟我这么客气 把窑收好 那是我的职责 陶先生 陶先生 魏小姐 慢点 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我们小姐是来给你换药的 我先帮你换药吧 龙上请 我扶你上去 好啊 好些了吗 好些了 你就不要跟你去了 没事 好了 你看 应该不会那么疼了 你别乱动啊 还这么疼啊 魏大夫抹的药真管用啊 你看 叫你别乱动的吗 快坐下 还没有弄好呢 轻点 你可不能大意啊 以为自己伤好得快 就那么乱蹦乱动的 知道了 消炎药还是要乖乖地吃啊 我看这两天 我多来换几次药吧 要不然 伤口发炎 会引起感染的 好啊 还要麻烦为小姐跑一趟 真是太歇响了 干嘛说这么客气的话呀 这是我应该的 如果那天我在船上落水 不是你救了我 我早就淹死了 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 我力所能及的事而已 以后啊 不许你那么客气 没客气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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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听过 命中注定 这句话 当然听话 在西方的好多故事里面 都会说到命中注定 像莎士比亚 他写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当罗密欧 第一次看见朱丽叶 朱丽叶第一次看到罗密欧 他们就知道 是彼此 生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你相信命中注定吗 当然相信了 其实中国也有一句古话 叫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振眠 好浪漫的一句话 我这手好像又疼了 怎么会呢 我刚看 愈合得很好啊 要不然再拆开来看一次 你 现在好些又好多了 现在好些又好多了 我刚才好像听见巧儿在叫我 是吗 二少爷 陈师傅 吴先生 好 来来 二少爷 好 坐 二少爷 二少爷 出油吧 出油 出油 是 好 这眼花 这眼花 都定能上场 齐获 是 去吧 慢点啊 慢点慢点 小心 慢点慢点 来 往那儿 小心 慢点 小心 小心 绝大临时 一二一二 一 慢点 慢点 一二一一二一二一 natur一二 慢点 慢点 静点 静点 好 好 好 长南 你好 夫人 夫人 陶夫人来了 吴先生 大家辛苦了 你好 长南 看你都瘦了 伤怎么样了 没关系 已经好多了 你好 你坐 坐 陶夫人 长南 这批货怎么样了 没关系啊 还不知道 陈师傅 二少爷 打开吧 伙计们 把下包打开吧 好 好 轻点 轻点 轻点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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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少爷你看 这不是薄如芝 生不庆吗 娘 您看 吴先生 想 想极了 这跟我见过的五十九的卵墓碑 几乎是一样啊 承南 你这次烧成的卵墓碑 不说是极品 那也是上品啊 太好了 陈师傅 开挤红大网 伙计们 开下部 好 是 来 小心点 慢点慢点 打把手 打把手 慢点 小心点 小心点 来 来 来 这缸的皮箱也不错 大龙缸 是啊 二少爷 烧瑶三十年哪 还从没烧过这么大的龙缸 居然没有一个气泡 有色还这么均匀 二少爷 这瑶成了 爹 爹 孩儿不但烧出了包太磁 也烧出了几红大龙缸 孩儿没有辱墨祖宗 您在天之灵 可以安息了 你可爱的 你过来 个人